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学习工作中 经常需要去网上下载很多图片 但是大部分的网站和搜索引擎 为了节省服务器存储空间 提供的图片都经过了强压缩 无论是尺寸还是画面细节 都满足不了我们的日常工作需求 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现在我们不但可以将图片无损放大 还可以进一步补充画面细节 今天向大家介绍几个最好的 免费无损放大图片的软件和网站 GIGAPIXLE AI可能是目前最多人推荐的图片放大软件了 坦白讲这款软件并不是免费的 但是对于国人来说它就是免费的 软件打开后的界面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根本不会影响我们使用 只需要简单的将图片拖入 在软件界面的右侧面板 选择你要放大的倍数 目前支持最大可放大到原图的16倍 下面的AI模式分为标准 线条 矢量图 低分辨率 强压缩五种模式 可以根据要处理的图片类型 选择相应的模式 如果你想知道哪种模式的处理效果最好 可以打开视窗中的比较模式 来观察对比各个模式的处理效果 设置选项里有减少噪点和去除模糊两个选项 一般我们打开自动模式就好 进阶设置里有减少颜色外溢和面部细节改善两个选项 一般默认打开 处理完成后 选择保存位置 保存图片即可 说到图片处理软件 如果不提PS Photoshop 可能有点说不过去 在2022版之前的PS 放大图片都是使用图片大小当中的保留细节2.0的采样方式 无损放大图片 但是在2022版以后 PS增加了人工智能一键无损放大增强功能 但是由于该功能内置在PS的Camera Raw滤镜里 所以要使用该功能 需要对软件进行一定的设置 打开编辑菜单里的首选项 找到最后一项Camera Raw 在文件处理里将JPEG和TIFF处理 设置为自动打开所有受支持的GPG和TIFF 这样当我们直接在PS打开GPG格式的图片时 PS就会自动调用Camera Raw打开图片 然后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增强选项 就可以使用超级分辨率两倍放大图片了 选择已被增强的图片 点击打开 导出为PNG或者GPG图片 除了图片无损增强功能 PS2022版还加入了很多人工智能的功能 例如自动智能选择 鼠标放在要抠除的元素上 自动选择一键抠图 还有很多智能滤镜功能 例如黑白照片上色 绷景混合器等 所以可以看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PS的使用难度也在降低 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使用场景 当然我们都知道PS这款软件并不是免费的 但还是那句话 对于国人来说 它就是免费的 Wave2X是一款完全免费开源的图片 无损放大视频增强处理软件 开发团队以华人为主 和大部分的图片放大增强软件相比 除了支持图片处理 它还支持GIF动图和视频处理 打开软件之后 如果你的界面是英文的 就点击上方菜单栏的倒数第二项 在语言栏将软件界面更换为中文 这款软件的设置界面 乍一看之下好像还挺复杂 例如引擎设置里列出的这些处理算法 这些算法都是目前主流的图片 放大处理人工智能算法 作为一般的粗糙普通用户 我们不需要管那些 只需要在主页页面 拖入你要处理的素材文件 打开设定预设 如果是矢量图就选择2D动漫 如果是照片和视频就选择3D写实 然后设置要放大的倍率和降噪等级 点击开始处理即可 YF2X这款软件可能从软件界面上比较简陋 但是它内置了目前所有主流的图像 人工智能算法 而且是完全开源免费的软件 imgupscale.com 是目前图片无损放大排名第一的网站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处理的图片素材拖入即可 处理完成后点击下载 鼠标右键另存于图片 严格来说 该网站并不是完全免费的 免费处理的图片数量为 每个星期10张图片 默认放大的倍数为4倍 超过10张以上就需要收费了 不过10张的免费限额 对于大部分的普通用户也就够用了 Zero.com实际上是一个网站网页编辑器 但是该网站内置了很多人工智能小工具 其中就有图片无损放大器 操作也是拖拽式的 可以将原图素材放大4倍 是完全免费的 没有任何图片处理数量限制 左堂是我最推荐的图片无损放大编辑器 非常符合国人的图片处理需求 该网站可以在线去除水印 抠图 压缩图片 剪裁图片 就是在图片无损处理方面 也细分了人像处理模式 图片可以最大放大4倍 最最关键的是 这个网站完全免费 没有任何广告 有句话说免费的也是最贵的 但是在软件应用方面 这个我还真不是很认同 我们可以分别从低分辨率图片 中高分辨率图片的角度 从这些软件和网站中 选出最好的图片无损放大应用 就刚才这两张三国电视剧中的剧照截头而言 我感觉极富盛名的GigglePixel和Photoshop的处理效果最差 AMG Upscaler Zero和YF2X的表现居中 感觉他们三个背后使用的算法都差不多 处理效果最好的就是左堂 尤其是它的人像模式 尽管有些图片 左堂无法直接放大到4倍 这可能是网站为了节省服务器费用做出的限制 但是作为一个免费的图片 无损放大编辑器 它显然做得非常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